中国的财官今天将台湾産的果物 万里市和连部的较入一时停止 对于台湾当局的谈判断 中共突袭时宣布 战缓进口台湾联沃及世家 多家外媒关注报道 BBC中文网以两岸水果站在一起为标题 指出紧张的海峡两岸关系 因水果再度陷入纠纷 中共今年8月也曾指出 泰国进口的龙眼发现戒壳虫问题 但经泰国政府交涉后 不到4天就恢复进口 对比台湾 今年2月凤梨遭中共指称 验出戒壳虫禁止进口后 8度向中方提出对话与资商 但都遭中方已读不回 9月20号起禁止台湾世家联屋进口 台湾第9度要求展开技术对话 仍遭中方已读不回 中国8度已读不回 已经违反WTO的原则 身为大国不遵守国际规范的游戏规则 根本就是作贼心虚 且恶意伤害台湾农民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重申 期盼与中方交涉后 尽速恢复台湾凤梨 世家联屋等输入 高雄联屋占全台湾产地 约全台12% 主要产季在11 12月 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 会全力帮助农民 让联屋价格保持稳定 市危机为转机 今年3月中国占管台湾凤梨进口 台湾政府投入10亿元 新台币补贴政策 拓展外销市场分散出口 稳住凤梨产地价格 甚至还高于过去两年 外销中国以外市场明显成长 尤其在日本与香港 都是数倍成长 新唐人雅特电视 李娟荣张元亭 台湾综合报导